这三种女人守不住自己的身体,不想被虑就原理 女人只有至尊至爱才值得被爱 这三种女人守不住自己的身体,男人不想被虑就一定要原理 1.感情史过多且不安寂寞的女人 感情史过多的女人经历的太多,而女人经历的越多就越渴望得到男人的疼爱 这样的女人骨子里本就不甘寂寞 如果两个人在长期分居,无法在一起的话 她们就会把手伸向别的男人 所以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,要么你能够让她服服帖帖 要么她就会时不时地给你戴绿帽子 2.拜金主义把自己当筹码的女人 在这个花花世界里,追民逐利的人实在太多太多 因为前而丢弃尊严的女人更是为数不少 这样的女人把自己当筹码,从男人身上获取自己想要的利益 对他们而言,两个人在一起不过是逢场作戏 洗干净了自己依旧,洁白无暇 想要拿下这样的女人,除非你有雄厚的资金 然而这个世界,你有钱,别人比你更有钱 所以她随时都可能爱上比你更有钱的男人 3.一再结婚,老油条般的女人 一再结婚的女人早就变成了一根老油条 这样的女人经历的太多,看了也比较开 什么情境爱爱,在她们眼中都是假的 她想要的只是无尽的满足 只要谁能给她所谓的安全感,她就能跟着谁走 这样的女人把男女之间的关系看得非常淡 两个人在一起只是各取所需 都是成年人,不要想太多